日本人自己讲说日本国衣冠唐制度 李越汉君臣 是不是这么回事 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 日本文化只是形似于中国 完全跟中国是不相同的 它跟哪一样 它的社会结构更像哪 更像西欧 或者说更像中国的先秦时代 这个春秋战国 更像那个时代 按日本人自己的说法 今天日本国在位的平成天皇 就年号平成 已经在位20年了 是日本历史上的第125代天皇 他是第125代天皇 在他之前有124个 第一代天皇 是日本的神武天皇 这哥们在位70多年 活了140多岁 活了140多岁 神武天皇登基的那一年 是公元前660年 大约与齐桓公同时代 大约与齐桓公同时代 所以按照日本自己的皇国史观 或者叫神国史观 日本人认为他们的国家 已经建立了2600多年了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这么古老 中华民国国才60年了 我们日本国 大日本帝国 2600多年了 是吧 所以日本的 这个日本有三种纪年方法 一种跟我们一样是公元 2010年 一种是平成21年 是吧 用他的这个年号纪年 还有一种就用他的皇道纪年 如果按照皇道纪年的话呢 日本今年是2670年 是吧 那么他的元年是哪年呢 就是神武天皇继位的那一年 然后到现在125代 中间黄统没有断绝 所以证明日本是一个神国 太神了 你们中国的皇帝不行 是吧 今天姓赵 明天姓朱 后天姓爱心觉罗 你们这不行 是吧 你们这不是真的 我们日本的皇帝都是真的 我们的第一代天皇 是天赵大神的孙子 天赵大神就是太阳女神 太阳神的孙子 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罪 给扔到这地方 是吧 这是我们的这个 第一代天皇 神武天皇继位 那么实际上 根据考古资料啊 就那个时代的日本 公元前660年 相当于公元前7世纪 日本还在母系氏族截断 是吧 他还在石器文明时代 他不可能出现天皇 是吧 他连酋长都没有 他不可能出现天皇 到了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 哇 日本就是抖起来了 为什么抖起来了呢 一般的民族 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 可能需要几十万年 日本用了一百年就完成了 是吧 就从石器时代直接进入到铁器时代 很明显 谁教会的日本人使用铁器 和朝鲜人 对吧 中国和朝鲜半岛来的移民 教会了日本人使用铁器 是吧 所以有中国人不是传说 就是日本人是 秦始皇的时候 有一个方式叫徐福 对吧 帅三千同男同女 出海找仙药 回不来了 是吧 就留在日本了 徐福就是神武天皇 有这种传说 日本人都有人信奉这个传说的 日本很多人自称是徐福的后代 是吧 所以就是中国和朝鲜半岛 向日本传播了文明 传播了文明 是吧 这个 现在中国不怎么提这事了 朝鲜是没完毕了提 是吧 因为韩国人认为什么都是他的嘛 是吧 韩国人说 我们教会的你这个那 我们教会你这个那 你就不琢磨你那是谁教会的 是吧 没人教会你 你凭什么教日本 他就说这个